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戴着一副甚至几副假面具 这些面具对应着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 说白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根据东野归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影片假面饭店 由于近日发生了三起连环杀人案 把警方搞得是焦头烂 警示厅搜查一科的刑警牧村 从凶手在凶案现场故意留下的一串数字突算出 凶手将在东京的科尔特西亚酒店再次杀人 为了抓住这个狡猾的家伙 警方决定跟酒店合作 派警员伪装成酒店的服务人员拍插入住的客人 从中找出凶手并将其伤知义法 雅美市酒店的前台也是一名优秀的员工 服务热情通所无欺 打不还手骂不欢客 他认为顾客就是上帝永远都是对的 只要不违背道德和法律 顾客所有的要求都应该得到满足 甭管是五星级酒店还是便门女生 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所有来住店的客人都戴着一副虚伪的面具 虽然雅美所在的这个酒店比较上档子 但来的客人依然是两有不齐 都说人有钱之后素质就会提高 但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在伪善的面具之下 依然是见不得人的龌龊一杯比 雅美在对待一些无理取闹的客人时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人性就是这样 当你得到的超出了你的预期 就会变得心满意足 警方进驻到酒店之后 马上召集大伙开了一碰碰碰会 当酒店的员工们得知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要在他们的酒店杀人时 顿时都感到非常的紧张 凶手在一个月内连杀三人 手段残忍作案动机不明 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可以说不杀不足以平均分 凶手杀人后 会在凶案现场留下一串数字 警方将数字破解后发现 每一串数字都代表着下一个杀人的地点 警方挑出了几名 长得还算有点人样的警察 去酒店做卧底 刑警牧村被分配到了前台 由前台的雅美负责培训指导 一容一表 举手投足都有严格的规定 平时吊儿郎当惯了的牧村 对酒店前台的工作非常不适应 尤其是遇到那些不讲理的客人 他恨不得上去把对方给揍一对 作为前台的主管 雅美是顾客之上 而作为警察的牧村则认为 只要能抓住罪犯 可以不惜任何的手段 由于两人的出发点和观念不同 因此在一起合作的非常不愉快 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 由于被害的这三个人之间 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 因此让警方非常的淘汰 他们搞不懂凶手到底是几个意思 说有这么一天 说目失明的李淡妈来酒店住宿 这位李淡妈的事比较多 把雅美使唤的是团团之传 牧村对李淡妈一直有怀疑 觉得这个老太太行动诡秘 背后一定有猫腻 牧村过去的搭档王的白 是一位非常敬意的老行人 虽然这次的任务没有让他参与 但是他以客人的身份 入住到酒店之后 开始配合牧村展览导查 李淡妈住了几天之后 准备走的时候 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老太太的眼睛根本没有瞎 他之所以装瞎子 并且不断给酒店找完饭 是想看看酒店的服务到底怎么样 因为他那位眼睛失明的老公 周末要来动静跟几个老朋友聚会 他提前回来猜猜点 为老公找一家服务好的酒店 李淡妈走了 牧村和雅美都觉得有些惭愧 因为他俩都怀疑过李淡妈 觉得老太太很有可能正在策划 一个毁灭全世界的大阴谋 要说这酒店可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什么要额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大家应该都知道 酒店的服务人员是不能把客人的房号告诉别人 因此也导致那些想捉小子的正房老婆 无法实施自己完美的计划 不过对于那些脑子精明的女人来说 这都不叫事 比如这位新鸡妹 来到酒店之后便告诉雅美 自己在躲避一个跟踪狂 希望雅美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行踪 告诉这个跟踪狂 话里话完的意思 似乎这个跟踪狂正在追捕新鸡妹 并且要对新鸡妹进行步伐的侵犯 傻乎乎的雅美不知实际 她非常同情新鸡妹的遭遇 并答应一定会为新鸡妹保守秘密 转过天 新鸡妹所说的跟踪狂果然来住店了 雅美一看急忙通知了新鸡妹 让新鸡妹注意安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雅美把跟踪狂的房号告诉了新鸡妹 跟踪狂的出现也让警方提高了警力 当雅美从监控里看到有个女人 走进跟踪狂的房间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上当 原来新鸡妹是跟踪狂的老婆 她来酒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捉奸 为了让酒店的服务人员 把房号告诉自己 新鸡妹也真是煞费了一份苦心的 当雅美和牧村赶到跟踪狂房间的时候 屋里边已经打起来了 新鸡妹临走时感谢了雅美的配合 搞得雅美很上自嘴 还有一个奇葩的 当年牧村上学的时候 曾经被她和同学们嘲笑过的 老师眼镜叔为了报复牧村住进了酒店 然后就是各种刁难 她的计划是勾起牧村的怒火 让牧村把她给揍一顿 企图用这种办法把牧村的工作搅黄 可她没想到牧村并没有跟她一般见识 反而向她承认了错误 希望眼镜叔能原谅自己当初的年幼无知 虽然计划失败了 但眼镜叔也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转过天 龙套妹的婚礼在酒店举行了 警方沿着一带 恐怕凶手在这个时候搞乱 虽然这帮警察防范的很严密 但百命一书还是让坏人钻了空子 不过幸亏牧村及时赶到 认出了那个男扮女装的胳膊 牧村的搭档王大白那边也有人收获 王大白在名古屋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起凶杀案 被害人是一名叫渣男的演员 王大白前往渣男所属的巨人调查 发现了一张特殊的海报 于是拍照之后发给了牧村 牧村在剧团的海报中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来酒店住过几天的李淡玛 而与此同时 李淡玛居然再次光临了酒店 并且已经把芽美给控制 当李淡玛准备对芽美下毒手的时候 牧村及时赶到把李淡玛给护捉了 那么这个李淡玛为什么想要干掉芽美 这事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原来李淡玛是剧团的资深演员 被他干掉的渣男为了成为一名演员 一来二去跟李淡玛勾搭上 当李淡玛帮着渣男成为演员之后 渣男就想把李淡玛甩掉 可此时的李淡玛已经怀孕了 当然不可能答应 当得知渣男到东京出差 吓她在芽美的酒店之后 李淡玛便到酒店寻找渣男 可无论她怎么爱求 但她的隐私 雅美还拒绝了李淡玛入住的要求 心灰意冷的李淡玛最终因为 集火攻心流产了 这件事对她的刺激太大 于是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干掉渣男和助纣违约的雅美 为了引开警方的视线 李淡玛提前雇用一哥们男扮女装 在龙涛妹的婚礼上下搅活 她则趁这个乱劲伺机干掉雅美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之前那三起凶杀案 跟李淡玛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淡玛通过网络 认识了前三个凶案的凶手 这次我一聊才发现 原来他们都有想杀的人 但是杀人是要偿命的 为了在杀人后误导警方的侦破方向 他们四位一杀量 决定把他们的案子 伪装成一起连环杀人案 让警方误以为 这几个案子是同一个人干 他们的操操作是这样 10月4号第一起凶案的凶手 在杀完人之后 在现场留下一串数字 而这串数字代表着 下一起案子发生的地点 第二起凶案的凶手 在杀完人之后 也留下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则对应着 第三起凶案的地点 第三个凶手杀完人之后 如法炮制 留下了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 就是第四起案件发生的地点 也就是雅美的酒店 这一通操作下来 在命案中嫌疑比较大的几个真凶 就极有可能消耗法外 虽然这四个凶手计划的很周密 但东野贵吾 显然不想让他们逃脱法律制裁 有了作者本人的帮忙 警察们很快便从蛛丝马剧中 找到了破绽 正义得到了伸张 坏人受到了惩罚 皆大欢喜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人人戴着假面具 全因生活不容易 儿时那份真美好 如今再也回不去